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姐妹平安 平安 都平安吗 都平安 但是最近教会界很不平安 很不安宁 我刚刚上礼拜 我参加小牧者培训 在过去的小牧者培训当中 我听到一些名牧 有名的牧师 纷纷在他们的高位上跌倒的世界 其中最让我惊讶的 是世界最大的五旬节教派 韩国鲁鱼岛 全国营教会的创始人 已经退休的赵佑基牧师 他因为挪用教会的基金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之刑 今年已经78岁的赵佑基牧师 他是在1958年创立了 鲁鱼岛存福音教会 根据韩国联社的社报已经报导 所赵佑基牧师被指控 在2002年操控鲁鱼岛存福音教会 以高于市价三到四倍的价格 购买了他的儿子所持的股票 造成教会损失了有1200万的美元 而他本人也将要支付 大约有460万美元的罚款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裁定 赵佑基牧师的长子 是这个案件的主导人 他却企图逃避责任 而将个人的财产损失转嫁给教会 又将责任转嫁给他人 因此判其有期徒刑三年 立刻执行 据报导 中央基牧师也涉嫌逃税35亿韩元 大概是330万美元 中央基牧师在2011年 就是几年前已经接受调查 当时教会的29位长老指控他挪用教会资金 并使教会资产私有化 如一岛教会他们的网站 怎么介绍中央基牧师呢 说他在参加美国传教士带领的布道会 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信主 在一个近时的夜晚 他在异象中遇见耶稣 并且受了圣灵的洗礼 中央基牧师为他47年来的事工感谢主 一直真诚地侍奉75万个教会的成员 在他的传记里面说到 在21世纪初 教会未来十年的目标 是在韩国要建设500间祈祷室 和5000间的卫星教会 并通过网路广播拓展全球使命 以及扩大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海外宣教 包括在中国大陆的朝鲜 根据韩国基督教媒体的消息 在法院公布裁决结果后的第一个主日 赵永基牧师在正道中 向信徒陈述了自己接受判决时的心态 他承认那是他募会50多年来最难的一天 但也是最有益处的一天 他这样说道 他说我通过这次的苦难 学到一个功课式 个人不要拥有任何的东西 我心里想哪怕今天神召回了我 我也会去神的国度 而地位名誉权势钱等等这些 其实除了健康之外 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 在讲道的最后 最后张基牧师提到 他接任他做如意岛传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 李永旭请他为信徒来祷告 而李永旭牧师在正道中也为此向会众道歉 并督促教会要去传福音 给那些还不知道耶稣的爱的人们 并免令你弟兄姐妹能够忘记背后 带着信心继续向前走 他说我们的教会是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建立的教会 任何黑暗势力都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分裂 反而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契机 在生灵中让我们成为一体 为主的事情而更加努力 日光之下没有先事 已有的是后必再有 这些消息出来 对我来讲一方面感到不能够置信 另外一方面 再次提醒我们的生命 以及我们的生活 实在不能够轻忽看待 凡事都要谨慎 而且勿要谨慎 不可给魔鬼留地固 因为那以烈火炼进教会的 不要让隐藏的事显露出来 让一切污秽 玷污 皱纹等病 被对付 也被除灭 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不要把人看高了 就是在属灵的人 跌倒也是瞬间的事 我们不可忘记 魔鬼如吼教的狮子 遍地走来走去 唯要寻找那可吞吃的 我们若不谨慎 都要如此跌倒 罗马天主教 我们前面有个天主教教会 罗马天主教历年来持守所谓使徒彼得 坚如磐石的教义 在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宣言中的第二章里面 他们再一次重生 蒙神祝福的圣彼得 是众圣徒之首 是信仰之助 是天主教教会的基石 从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里 接受了国度的钥匙 人类及众生的救赎主和救主 统治及审判世界 直至如今及永远 任何人从教廷继承彼得的职位 就是按照基督的制度 接受了彼得高居全教会之上的职位 罗马教皇拥有高于全世界的地位 教皇是蒙福的彼得 使徒之首的继承者 是基督真正的代表 全教会的头 所有基督徒的父和师父 他在蒙福的彼得里 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获得全辈的全能 得以喂养管理和治理 普世教会 福音派的弟兄姐妹 在听到这个宣言 应该心里面有很多的OS 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来谈一下 这段宣言全文再次倡导彼得 那不可动摇的地位 彼得他拥有同管 不是教会的全权柄 而这个全权柄呢 只能继承 不能够取代 并且是以罗马主教为中心等等 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 这个被人高高居到至高无上 地位从高到不能再高的彼得 圣经是如何的来评价他 以及他在使徒中 在教会里真实的地位及状况 让我们在还原真相的同时 更是从中学习在信仰中谨慎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定要做到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我们再一起来看十六十七节 请我一起来念 请 基督律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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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西门的阿里拉已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于我们的祖师之能 还是我在地上的父子祖师的你的 好 到这里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 上个礼拜我讲到耶稣基督 他离开了加利利第一次 在他受难前的那一年 他进行了境外的旅行 耶稣在受难前总共进行了 三次的加利利境外旅行 而这一个背景是 他在第二次的境外旅行 及第三次境外旅行中间的这一段故事 在十六十七节里面 由于法利赛人跟文士 因着门徒饭前不洗手 而跟耶稣这一行人 为这一类古人遗传的问题 进行了争辩 因着耶稣受难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不想那么快就跟敌人 展开正面的冲突 所以耶稣就再一次踏上旅程 进行加利利第二次的境外旅行 这一次他们从加利利来到该萨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该萨利亚菲利比 他位于低加坡利地区 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城市 由西律菲利所管辖 上次我们讲到 在加利利跟伊吐利亚是谁管辖的 被西律安提派 而在第二个地区 也就是上面 这个迪加坡利地区 是由西律菲利所管辖的地区 那这个西律菲利所管辖的地区 刚好是面在黑门山路的下面 靠近约旦河的源头 而耶稣选择在这个幽静的场所 对门徒进行了今天所记载的第一道考题 这个考题的内容是什么呢 耶稣问了门徒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说什么 在十三节里面耶稣问门徒 人说我人子是谁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借着这两个问题 除了要引导门徒正确地理解他自己的身份外 还带出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任性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教会的根基就是建基于在这个任性上面 什么叫做任性 认识的认性 认性呢代表着我们信什么 我们的理念是什么 我们必须委身于什么 这个叫认性 今天我们会在路上 在马路上去识别哪些车是基督徒开的 你怎么识别哪些车是基督徒开的 为什么你会知道某一些车子是基督徒开的 有贴贴子 贴什么贴子 耶稣爱你 有对 还有呢 还有一条鱼 得人如得语 甚至于你会在他的那个什么 挡风板前面看到什么 十字架 我们从这些的车子的外观去认识 哪些车子是基督徒开的 特别是在车子尾巴 往往就是车子的尾巴 后面会贴了一条